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谷尬聊 简单生活 做做饭 唠唠嗑 简单幸福 没谁了 开活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羊肉手抓饭 我们先把这个羊的肥肉剔下来一些 来 攒一下油 我们这是一个羊腿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成功啊 第一次尝试 好已经出油了 我们看看已经出了很多油 我们把这个 花椒和 山楂 羊放进去 山楂是去这个山味的啊 就是主要是去山味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肉放进去 然后翻炒 炒的时候不用加盐 你看一会儿 在熟的时候再加盐就好了 好这个肉已经没有太多红色了 我们可以现在加点盐进去 不用不用加太多油 因为一会儿 在放饭的时候还会再加盐 好我们看到这个肉已经开始有点焦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盛出来 然后开始炒一些青菜 炒青菜的时候过来就不用加油了 如果想加油的话可以加点橄榄油 我可能会加一点橄榄油 然后把洋葱放进去 胡萝卜放进去 胡萝卜放进去 翻炒 把它们炒出香味 这时候可以再撒一点盐 可以帮助这个胡萝卜和洋葱 可以尽快把它软下去 其实我们做第二次散盐 总共这一顿饭盆大概就要 一勺半盐左右 所以你就看它 往里放就好了 就是每根口味不同 我这是 第一次尝试 我觉得一般做饭盆就是 如果这么大锅饭的话 当然就要 稍微多一点的 盐味 同时我们现在可以撒入一些 紫园粉 酒粑蒜 羊肉 新疆的东西 这是看 很久以前的一个节目 叫 舌尖上的中国 好像有过这道菜 我们看到洋葱已经软了 胡萝卜已经变色了 我们再把这个羊肉 倒回锅中 然后再翻炒一下 好多了 今天可能会做太多了 好多了 没关系 好 你现在 加入热水啊 一定要提前烧热水 热水 热水 大概磨过羊肉左右就好了 因为一会我们要加饭 它这个汤基本就是这样的 我会用电饭锅来盘煮 因为这样的话不用看着火 省事一些 好我们现在来炖煮 10分钟 这个米啊 一定要提前洗好 然后在那 泡30分钟 10分钟到 我们把它放到电饭锅里 然后把米饭 放上 好 我们再把葡萄干放上去 葡萄干放上去 这样一会蒸好以后 就酸甜可口啊 好我们现在把它放到电饭锅上去蒸 好 这个做好了 搅拌了一下 我们可以去品尝了 再放一点葱和香菜 喜欢小谷的朋友们 可以点击订阅收藏哦